美国航母指挥官撂下重话 他说不怕东风快递 我们的航母不是小茶杯 那么它的底细何来呢 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 我是傅天少 近日美国商业网站报道称 美国艾森豪尔号航母的前任舰长 对中国东风反舰弹道导弹发出了质疑 声称中国军方的目光 盯上了美国的航空母舰 这些拥有大平顶的舰支并不是小茶壶 艾森豪尔号的指挥官保罗 看伐尼亚称 美国国会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在辩论 是否应该建造第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企业号 但是几十年下来 航母还是向外舰证实了自己的强大 看伐尼亚在一次会议上说 航母以空中连队一起部署 以分层防御的方式部署 从海底到太空 任何认为航母很脆弱 只不过是只小茶壶的人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对航母未来的怀疑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推动的 中国已经生产了各种远程反舰导弹 弹道导弹 能用飞机、舰艇、潜艇和陆基发射装置发射 看起来很容易让美军的航母战胜海底 尤其是东风21地和东风26弹道导弹 它们是为海军的反舰目笔而设计的 被称为航母杀手 戴维森在2021年3月向参院军事委员会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说 东风21地能够攻击西太平洋上的航空母舰 中国还拥有空中和海上发射的反舰巡航导弹 从军舰潜艇和远程轰炸机上发射时 可以深入太平洋 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系统 这些武器可以利用速度和机动性来躲避导弹防御系统 并打击距离海岸数千英里的航母 美国海军官员承认航母并非无懈可击 但他们强调美军的舰艇防御良好 有抗损的弹性 能够经受一定的风险 坎帕尼亚称 说美国航母采取了大量的独立的密封舱 并且用优质的钢板来吸收任何动能的冲击 他说美国航母建造的非常好 正如你在福特级航母的冲击实验中看到的那样 坎帕尼亚提到的分层防御 包括航母战斗群上的反导防空系统 以及舰载机 航母本身也拥有一系列的传感器和防御系统 包括地对空导弹以及右耳弹电子干扰装置等等 美国海军还在追求装备MQ-25舰载加油无人机 以便让航母舰载机能够在更远的距离内进行预警和实施拦截作战 他指出和当中国的导弹飞行时美国的航母可以移动 这意味着导弹需要能够持续定位航母并接收更新的制导指令 以穿输十倍左右的速度飞行会影响导弹的精度 并被反导雷达所发现 美国海军战略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称 反舰弹道导弹的有效性取决于全面的侦察和瞄准能力 这对中国来说仍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其意思是中国想要持续跟踪航母还存在着相当的困难 福特号航母的指挥官保罗·兰奇·洛塔也认为 航母以30节的速度移动被持续锁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从上述这些美国军方高官的言论我们可以看出来 美军的这些指挥官之所以这么自信 就是认为中国的导弹无法及时的获知航母的损据位置 这样就会导致反舰弹道导弹无法直接命中目标 其实美国人忘了中国有专门为东风21D东风26 提供目标指示的侦察卫星和无人驾驶侦察机 他们忘了如果其航母靠近中国1000公里范围内 中国的天机卫星侦察网络也具有态势感知方面的优势 有人说发现机驱毁 面对飞行速度极高的反舰弹道导弹 以及其他的超音速反舰导弹 美国航母编队要想发现这些目标实施有效拦截 才是真正困难的 美军的这些指挥官的观点 虽然看起来有些强词夺理 但是也给我们提了个醒 多开发一些对中国周边态势 感知能力更强的侦察平台 特别是具有隐身性能的侦察平台 非常重要 只要我们及时的掌握 一两千公里范围内中国周边海域的情报 那么对付那些运动速度慢 个头又比较大的目标 对我们来讲完全是小菜一碟 好 今天评述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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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